好,这次的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那这个是这个专题的第三讲,也是最后一讲 那可能我的这个题目呢是会对于有一些的弟兄姐妹 可能是会比较深一点的 提的这些的神学名词等等 可能一些人不太熟悉 不过我相信虽然有一些你们是从别的教会其他地方来的 可能你们过去也上过这些神学的课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明白 好像我第一天就有两个姐妹来告诉我 我第一次看到她,她说徐牧师,这个这个这个终于看到你 她说终于看到我 原来她已经上我们的神学课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已经有好像两,等下跟我讲是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过去也是,虽然第一次见面 他们也过去也上我们神学的课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跟得上 那如果跟不上的话,就是你们继续的看你们的笔记 再消化一段的时间 不过当然第一堂是最理论性 第二堂呢就是开始要怎样子具体应用 那今天第三堂呢,但是就是更具体的应用了 所以等一下不只是我讲 还有四位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是在不同的领域 那他们就会分享他们怎样子把这个的信仰使建在他们的领域的里面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其他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我们来思想明白主理的话语 愿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 怎样子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工作 我们生活的里面 也记住我们在工作的领域如何能够荣耀主义的生命 主啊,愿求主你真理的灵真的是引导我们 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你的道是何等的,生何等的美 也记住我们领受了,我们心中有喜乐 并且我们在这世上更晓得如何为主人去而活 带你们这段时间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圣明所祈求的 阿们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在第二讲要讲的就是世界光 就是每一个人,第一讲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世界光 第二讲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世界光其实就是影响到 刚才我们所说的有科学的领域 医学的领域 文化的领域 法学的领域等等 也就是说你的世界光的确就是会影响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却认为说 我不需要 我在我的工作,在我的领域的里面 我不需要把我的信仰活出来 我的工作是工作,信仰是信仰 但是其实当你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以为你的世界光是真空的 你以为你的立场是中立的 恰好不是,你的立场是世俗的 我再说一次啊 当你说我的信仰跟我的工作是没有关系的 信仰是信仰,工作是工作 你这样子的理论根本就是仿圣经的理论 也就是说是世俗的思想 所以就是我们的确我们就是要在工作当中 怎样子把我们 我们所信的 我们所学的 神的话语 神学 怎样子应用 在我们每一个的领域当中 那虽然可能这些讲的东西 有一些可能我们还不能很具体 怎样子应用在我们每一个领域里面 当然我要说的是 我应该是第一讲 我已经说了 我这个要讲的就是启发大家 要做神学 就是在你的领域当中做神学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这个收视房子就有一本的书 它是用佛教的这个的思想 哲学来写的一本书 你们知道什么书吗 断舍离 在书长都有卖的 哇就好多 好多人买 我的家也有一本 OK 也有一本 这个断舍离 它就是用佛教的哲学思想 产生了一种收视房子的 一个实践的方法 你就发觉到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可以 其实过去 我在说我们基督徒 特别是清教徒的时代 他们就是产生了这种 就是我们怎样子把我们的信仰和神学 怎样子活在每一个领域当中 那我要说的是今天 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说 却说什么呢 信仰是信仰 工作是工作 工作是neutral的 是中立的 跟我的信仰没有关系 那我说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仰与神学 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现在我在讲一些的 一些的很具体的例子 给大家看 我们接着这个 就power point 我们接着要讲这个第二讲 到今天的这个 现在的第三讲 比如我们再讲 再提一个的例子 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 那就是坚持什么呢 坚持无产阶级 没有贫富差距 每一个人都排排座 赤国国 无论工作表现如何 OK 那我要说的是 其实 我问了好多 中国来的 他们都不相信这个事情了 什么 什么叫排排座 赤国国 没有贫富悬殊 他们都知道 这个是一个神话来的 但是我要说的是 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 无产阶级的思想 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呢 结果不是贫富 而是贫穷 有没有意思吗 不是贫富 就是大家一起负 因为这无产阶级 我们以为大家一起负起来 不是 不是贫富 是贫穷 如果真的是运行的话 我们都知道 这是一个贫富 大家一起穷 因为他们不明白 圣经的教导 人已经堕落了 人已经堕落了 共产主义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的经济的理论 是打消了人的积极性 比如我讲一个 比如说我们大多数 可能是马来西亚人在这里 我讲讲马来西亚状况 比如说 这个我们公务员 公务员就是我们说 是叫做什么铁放网 是铁的放网 就是一天 这个一天做八个小时 但是八个小时里面 你怎么工作都没关系的 就是你早上到那边打卡 因为他们有打卡的 打了卡过后怎样子呢 就是可能打一封信一下 做一个东西一下 做了过后 现在是喝茶的时间 OK 就出去喝茶 喝茶了过后再回来 可能再做工作一下 五昌时间又到了 OK 就吃五昌 吃好过后呢 回来又很爱睡 无精打采 可能小睡一下是怎样子 到了三四点 下午茶时间到了 又去喝茶一下 再回来 五点了 糟糕 我的工作还没有做了 不要紧OT 你看这五分钟 有OT的话 你有OT费 OK 那我要说的是 你这种的就是 你无论你 你很努力的工作 一个月赚五千 朗度的工作 也赚五千 你心里就不平衡了 我这么努力聘 赚五千 隔壁那个 每天出去喝茶聊天 也赚五千 你会不会说 不要紧了 我就是 就是好好的 这个的工作就好了 你一定最后就是 哎呀 有何必呢 是不是 何必呢 这个就是 人的堕落的 这种情况 所以你发觉到 这种的经济的理论 因为他没有明白 圣经创世纪 第三章 所说的人 已经堕落了 结果不是产生的是 贫富 大家一起富 而产生的是 贫穷 大家一起的穷 当然我要说的是 到了 到了这个邓小平的时候 中国就是 改革开放了 就不再走这个路线 因为他们发觉的 的确是贫穷 那我们要 就要走这个的 资本主义的路线 好 那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 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路线福音十章第七节 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因此 如果从这圣经的 这个的理论 产生的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那我们就以 工作的效率 来决定报酬 就是说你工作 到底是怎样子的 有没有 有没有完成 我所交付你的工作 因此就制定了 赏赏 就是你 奖赏 和刑罚的 这个制度 如果你有这个制度的话 特别是在 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 我们要有 这种的制度 就是你越努力 那你就有 更多的这个奖赏 如果你不努力 你比起别人 你会这个的损失 更多的事情 就是有这种 问责的这种的制度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产生了 生产力和创新力 资本主义 虽然不是完全合乎圣经 但是你发觉 在这方面来说呢 它就很合乎圣经 就是你越努力 你可以得到更多 你懒惰 你得的就更少 其实很多人就认为 哎呀 其实圣经 这个早期教会 不是也是 也是这个的 这个什么 就是排排做赤果果吗 变卖所有的 那我要说 你误解了初期教会的情况 很多人以为是 早期初期教会的状况是 变卖所有的 均分给所有的人 但是我说圣经不是这么讲 圣经说是变卖所有的 是分给需要的人 OK 早期的教会不是说 好吗 变卖所有的 就一人得一块 不是 变卖所有的 给教会的时候 是教会帮助 有需要的人 不是说大家排排 做赤果果 一人分一块钱 所以呢 早期教会的防务 公用这种的观念 跟今天的 这种 共产的这种思想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误解了 OK 好 那我再接下去来讲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你发觉 这个你的神学思想 是会影响 整个的制度的 经济 就是会受很大的影响 好 最后我要提一提 一块的 这个的印度教 轮回光 那印度教就是相信 上道轮回 天道 主道 地狱 这个天道 就是诸神 和你行上做好事的人 就去到天道 主道 就是人类和动物去的地方 就是人间 这个主道 地狱呢 就是恶人 死后去的地方 叫上道轮回 跟佛教 这佛教是改了一点 变成六道轮回 但是呢 印度教的最高境界 乃是超越 上道轮回 就是人的真我 于凡天 和而为一 也就是要超越 这个的 上道轮回 如果没有超越的话呢 你就是一直的在这个 上道轮回 你们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你一直的投胎 投胎 投胎 一直的一直投胎 投胎 所以这种的时间 逛是一个圆圈式的 我们当然 受着华人 这个的佛教的思想 也是六道轮回的思想 就是从这三道轮回 思想演变而来的 就是我们认为 今生没有好好做人 唉 不要紧 我们下辈子吧 今生我辜负了你 我下辈子还给你 OK 都有这种的观念 所以它是一个圆圈式的 我一直的 从来一次 从来一次 我今生没有好好做人 不要紧 我下辈子好好做人 不一定 我可能是做猪 那基督教的时间观呢 是一个直线式的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日观 这是要无心事 但是呢 基本上我们基督教的 这时间观是一个直线式的 是一去不复返的 我们人生不能够重来一次 我们不能够回到 至少我 你看我现在不是少年的时候了 我不能够回到 过去少年的时候的状况 我最近跟一些年轻人 打雨球 我是当中最老的了 每次我就 跟他们打的时候 我就气很喘 他们跑来跑去 我就很喘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这个岁月 留的痕迹 OK 那跑的时候就会比较累一点 我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那我要说的是 基督教的时间观 是一个直线式的 一去不复返的这个时间 你今生 你没有好好地为生而活 你不要想 我下辈子再好好做基督徒 没有 就是在今生把握今天 把握这个时刻 我们好好地侍奉上帝 人生不可能重来 我们没有机会重新回到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随便过一个 随便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到了明天 就不能回到今天了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个的时间观 同样我们信耶稣 就是今生好好信耶稣 侍奉上帝 就在今生好好侍奉上帝 死的过后 不再有机会 那我要讲讲 这种的基督教的 这种的时间观 如果我们把它应用在 我们的领域里面 可以产生怎样子的结果呢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的人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猜想很可能是天主教徒 不过呢 他的这个 这种的观念 跟圣经的观念很像是 这种一去不复返的这种的观念很像是 我相信有什么普遍的恩惠 在他的身上 那我要介绍一个的人 OK 就是说 Henry Cartier Brisson 这个是一个法国人 是非常著名的摄影家 是现代新闻摄影的创立人 很出名的 如果你们喜欢摄影的 可能你们大概就知道 我提的这个人是谁是20世纪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 那他在这个的 他不听我的话 OK 好 他是1952年 他就写了他最重要的一本的著作 叫做决定性瞬间 The Decisive Moment 我再读读读读读 决定性瞬间 Decisive Moment OK 那这本书就在1952年出版的 这本的书呢 就成为了 这个叫做 即时 就是写实 即时摄影的经典 Decisive Moment 你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他的作品 和他的哲学思想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你在拍摄的那一秒 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瞬间 你所构建和表达的 是生活本身所提供给你 就是你要建构的这些的东西 你要表达的 就是在生活的 这个你本身所提供给你的 并且你必须凭直觉 判断 何时 按下快门 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并是摄影师的创作 他说 哦 是的 就是那一瞬间 一旦你错过 他将不复 存在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些的作品 这个照片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照片 叫做决定性的瞬间 他说就是那一刻 所以摄影师你不要以为他随便拍就叫那一刻了 你不要以为你随便按下就是决定性的瞬间了 OK 那一秒钟 我们如果学摄影就知道那一秒钟你要决定的光是从哪里来 影子是怎样子 那这个的速度是怎样子 什么角度 然后那个框架是哪里 焦点在哪里 等等 就在那一瞬间 所以他是要非常的熟悉这些的技巧 就在那一瞬间你发觉到那一刻 你就按下快门 他说你拍到 你就拍到了 你拍不到 没有了 叫做Decisive Moment 决定性的瞬间 这给大家看一看 一些他的 他的一些的作品 非常著名的 他的这个作品 OK 这一些呢 所以我在讲 因此他是反对摆设的 他反对这些的人 你不要以为是模特儿来的 坐在那边 什么的 不是的 给他们化妆什么 没有 他反对摆布 他照片中的人物 总是很好地处于他们自身的环境中 他反对使用闪光灯 他认为不应当干涉现场的光线 而且他也从不修整 或者后置相片 你们知道他们叫后置吗 我们特别结婚的时候 就后置到不像你的那个 OK 哇就Editing 就Photo Editing 知道吗 那他是反对的 他说就是最自然的 我拍摄的这些人 我不是叫这个模特儿 这样子张 这样子张 没有的 就是在最自然的 不打光 不做后置的这些Editing 他说如果一个照片的构图 有缺陷 你就没有办法再挽救了 你抓到那一刻就抓到 如果你没有抓到那一刻 你就错过了那个时机 就没有办法再重来 你在重来再拍的时候呢 那个是第二个作品 而不是刚才那个作品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只猜想很可能是天主教徒 但他的理念是非常靠近圣经 有神神所赐给他的普遍的恩惠 当时我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 他就无法做到 等一下我要讲的这种的神学的分析 然后把荣耀归给上帝 他就没有办法做到 这是另外一张他的这个作品 好 我要讲一讲这个神学分析 人生不是每一刻都值得流念的 你不是什么都拍什么都拍的 不是的 但是当时间与意义 发生光联的时候 就产生了值得流念的时刻 就是你为什么要拍这一刻 因为你发觉到这一个时间点 与意义 发生光联 你觉得这个应该流念 所以我把它拍下来 当然我们要说最有意义的时刻 是永恒的意义 发生光联 有时人没有留意这样子的机会 以为这只波是一个很普通的时间 哎呀 这很普通的 结果呢 机会就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基督教的圣经的这个时间观是一个直线式的 不是圆圈式的 而是你抓住那一刻 而那一刻为什么从时间变成时刻 因为时间跟意义产生光联 时间成为时刻 而那一刻 我用我的摄影把它抓住 那就怎样子呢 这一刻就变成永恒了 你可以继续十年后 五十年后 想当年我结婚的时候 就产生了永恒了 是不是 以后你可以继续的欣赏 为什么 能够意义产生光联 那我说最有意义的是 与永恒的上帝产生光联 OK 那我觉得他这种的摄影的哲学 是很靠近我们基督教的时间观 我就在做一个摄影的神学了 明白吗 我正在做一个神学了 就是说 虽然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 拍摄有很多的流派的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拍摄有很多的派别的 后现代的有很多的派别 那其中一派就是他的这一个 就是决定性的瞬间 我看了他的很多的思想 而发觉他的思想是 非常靠近圣经的时间观 那我也不懂他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很希望 在你们当中 有一些人就是给我这三讲所讲的 给你们有一点点的启发 你们在你们的领域呢 你们所学习的神学 怎样子应用在你们的工作的领域里面 我已经说了 有佛教徒可以写一个 收拾物质都可以写一本书 我真的不明白 好厉害哦 我看了真的很厉害哦 收拾房子都可以断舍离 而且叫卖 很多人都买 我都说我家都有一本 那我们基督教能不能用我们的神学 产生一个收拾物质 interior design 灯光要怎样子 衣服要怎么设计 还有什么 头发要怎么梳 还有什么 无论各方面 我们怎样子把我们的神学 应用在这个里面 当然我在说 我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成为神学家 不过我说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尝试 怎样子把我们的信仰 应用在我们的工作的领域里面 我已经说了 这三堂好像范太尔所说的 他要做的就是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教育 就是基督教教育 没有其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离开了圣经 你根本不可能理解 这个世界一切的事实 你了解的只是片面 而且这个片面 我已经说了可能产生了误导性 所以我们怎样子把我们的信仰 活在里面 我很希望在我们当中 这两百多人里面 再加上网络可能三百多人 可能有一些人可以得到一些的启发 你开始做神学 以后有一本书是基督教 我不懂叫什么名字 基督教的断手离还是怎样 收拾物质的 这个怎样子的 在我们每一个领域当中发行的 还是怎样子的 各个方面 医学的 法律的 等等各方面当中 但是当然有个很重要的前提 你要好好读神学 如果你没有好好读神学 你错误的神学 可能产生的就是错误的应用 结果怎样子把应用在你的工作里面 可能就会错误的应用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读神学 然后好好地思想工作的使命 我怎样子在工作当中能够活出我的信仰来